如来不以世间共争 世间与我争 有没有 还记得意思吗 记不记得 那个如来不是在讲释迦摩尼佛 而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佛性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 而我们的如来 修养很好 都不跟我们的感觉器官来争前病 我们的感觉器官 眼耳 鼻舌 生意 都会跟我们佛性争 所以佛性大部分都失败了 都真不贏了 眼睛想要看 蜜蜂想要疼 蜜蜂想要吃 蜜蜂想要吃 心苦想要摸 意念是爱的卧白收 都是他自己的资助 自己都有资助 佛性在跟他说 那如来在跟他说 我们的本性 不生不灭的本性在跟他说 说别看 别听 别疲 别吃 别忘 别想 都说他会贏了 所以我们的本性就退位了 他就隐藏起来 然后准备收拾 甘冠所做的那个业 都要把他收拾起来 就要去接受那个果报 很委屈 很冤枉 什么人造成的 我们自己造成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 说感官 他都不负责任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他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后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是要全部都负责任 感官要当家也要负责任 可是他负不起 他这个责任负不起 所以就不要叫他当家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